请不及钱 你感冒了呀 那你借个我俩发烧吗 借个我俩发烧 你看那俩他发烧 发烧以后我队长远 人老也不敢让人家扛 嗯 我想过去 这两天我们就乖乖在家里了 好不好 不可以去别人家 那我接着没出去玩啊 大家好我是小曼 今天是羊肉的第三天 早上起来还有一点低烧 我给他做饭 然后你知道吗 每次疼的时候 感觉每一个鸡肉 每一个骨头都在疼 特别难受 今天是小家在做饭 今天中午做个米饭 给他做一个鸡头 我中午还是喝粥 因为还是没有胃口 特出羊的那一天 不是感觉都好了 然后从昨天开始 又开始烧了 现在是刚好是居家的 第一天 第三天 嗯 两天半了 嗯 韩韩他朋友跟他 让他去 他们家我都没敢让韩韩去 这几天也没有韩韩下楼 韩韩给小家在这个房里睡 我一个人在几个房间 我一个人在几个房间 我后面有鸡头 好了好了 能凉 一会儿就吐了 吃饭了 这种鸡头 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有一哈 你想下楼玩吗 等过几天 如果一天妈妈转音了 你就可以出门完了 哎 等韩韩和小家都测一下 不呀 不不不 就鼻子 来来来快来 鼻子 你好几会儿 15秒就好了 来来来来 你先吧 小家先测吧 韩韩有点害怕 跟你平常测的核酸是一样的 平常不是从嘴巴呀 男人那么深 不深一点都不深 到哪个地方 你不是还最爱做核酸 到哪个地方 我这个都是个贴纸 不是就鼻子测 第四滴 1 2 3 4 好嘞 静静等就行了 这应该有症状的 这测 这不是浪费吗 哎 这怕出去给别人干养 可好 7 8 9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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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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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羊是正常的 看来今天晚上我跟哈喊 得分开睡了 就前天下午睡觉的时候 感觉腰比较酸 但是睡醒来之后又正常了 总之现在是测出阳性了 所以还是在家待几天 转印了之后再出门 今天中午刚刚测完核算是阳性 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渴水了 但是摸了一下也不烧 这会儿到了晚上这会儿又渴水了 然后嗓子下午那会儿不舒服 但这会儿又正常了 很奇怪 现在唯一就是有点犯况 但是精神状态感觉还OK 离刚才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这会儿感觉腰特别酸 腰特别酸 然后头稍微有点疼 然后我摸了一下 应该有一个微微的烧 嗓子的话偶尔会咳一下 可能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咳手一两声 这会儿应该发烧了 这会儿有点感觉有点冷了 平时在家里穿这个长袖一点都不会冷 但这会儿感觉稍微有点要发抖的感觉 你要多喝水 大家要多喝水 哦 微深汗就好 今天自己睡到这 喊喊 喊喊一个人睡在那边 晚上八点多 感觉特别困 那是头有点疼 今天晚上就睡到这 睡啊 早点睡 别玩那个手表啊 你刚才给我放给那个 小哥哥 小哥哥学你练都快进中了 这会儿大概九点半 这会儿的症状是 头剧烈的疼 然后有点 有一点点发冷 还有点发烧 然后嗓子有点干 要不是测 今天下午测了一下 真的是 跟感冒区分 我是区分不出来 但好多人说是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腰酸 然后头疼 这两个同时症了 说一说这个头疼吧 哇 今天才感觉到小们 说的那种剧烈 撕裂的疼 这是真的是一网感冒 没有经历过的头疼 这会儿的状态是 发烧很明显 而且身体发脏 然后心理上当然也有 点儿一小点点担心 担心啥 就是担心 会不会我这个病毒 就比别人厉害 会不会发展到肺上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克服这种心理 不错 很麻烦 发生轻松了 提起来